这个女生刚告白完就被男生带到家里 结果下一秒 于是他就这样在男生房间里度过了繁忙的一夜 1米45的左仓千代一直暗恋着同年级1米9的野奇 觉得野奇连打小强都是那么的帅气 这天他不起勇气准备告白 奈何阅读理解满分的野奇 以为千代是自己的粉丝 千代以为自己没说清楚 便紧张地说出自己想要和野奇永远在一起 野奇用充满智慧的眼神想了一下 直接邀请千代来自己家 千代为了不让别的女生能来野奇家 自己想想还是先下手为强为好 但是头一次来到男生的房间里又感到很紧张 然而野奇只是让他来帮忙给自己的漫画涂黑 千代也是莫名其妙地当了一晚上的工具人 直到离开时 千代才知道野奇是一名少女漫画家 更加崇拜野奇的 千代仔细端详着这份签名 回到家里才发现这签名就是知名漫画家梦里孝子 没想到野奇居然是那个号称少女心思代言人的人气漫画家 野奇拿着自己的漫画和千代聊了起来 千代此时才知道全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野奇的隐藏身份 所以觉得自己在野奇心里是有特殊待遇的 不过野奇说自己是有关注过千代的 仅仅只是因为千代化海报的涂色技术被野奇所看中 从此之后 千代每天放学后都会去野奇家涂黑 千代忽然问到野奇 说自己以前经常见到野奇遍体鳞伤的来上学 还以为野奇是不良少年被人给打了呢 野奇说那些伤都只是因为被催更感搞造成的 野奇也因为这个问题激发出灵感要画进漫画里 觉得表面是个普通人背地里是个小混混的设定很好 但是因为少女漫画的基调 所有抽的东西都得换成巧克力 喝的都是果汁 千代看到这些融化少女心的漫画内容 感叹到如果是自己的话就完全想不出 可能因为自己与野奇在恋爱经验上有很大的差距 我还没有焦了什么 我还没有恋爱 虽然没有喜欢的人 但是野奇却经常给人当情感顾问 这简直是无被楷模 明明自己单身狗 还整天指导别人谈恋爱 于是野奇的职业病又犯了 问起千代有没有喜欢的人 千代非常慌张 不知道该不该说 然后就说自己被一个一米九 而且有男子气概的人所吸引到 虽然自己告白了 但是对方却毫无察觉 不过很开心的是能和对方的接触变多了 没想到一个便利屋